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一样这个爆卦已经开通会员了 欢迎大家加入爆卦后援会 那么同时在开影片的时候 帮我们按赞 还有把连结分享推播出去 以及再继续帮我们充订阅 目前希望能够来到60万订阅 现在是58万7再差一点点 还有呢今天的线上投票的问题是 苗博雅居然开直播 报徐晓星一声行头15万元 结果是乌龙一场 绿媒扯大辜负的辜负是 十大重刑通缉犯 到底是哪招 一 绿打烂了 二 伤到徐晓星 三 救了徐晓星 四 你有其他的观点看法 非常欢迎您告诉我们 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是前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何启胜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大家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 其实2026已经提前开跑了 那么主要是因为 从民进党的地方党部 主委改选开始 尤其在新北的这一站 我们看到呢 在苏系 新系 英系支持的 当然是苏巧会 角逐新北市党部主委 而郑国会的前立委 于天在4月15号 表态参选 而且当时还抢投箱领表登记 结果到了4月18号 发布了退选声明 他说经过几天常考 和家人沟通 要跟大家说抱歉 不会参加民进党 新北市党部主委选举 因为太太的亚拼 无论如何 说服都不同意 是该到了这个 世代交替的时候了 好 那4月19到明天 就是登记截止日 如果没有其他人出面登记 那么苏巧会 稳拿主委位置 苏巧会呢 也回应了说于大哥 于天大哥宣布退出 本届新北市党部主委选举 感谢于天大哥 这一生对台湾民主的付出贡献 也感谢他对于后备照顾提息 我会为民进党 为台湾全力以赴 在新北市争取最大支持 好 才短短3天 就退出战局 好 所以于天是被摸头了 被摆平了 还是说这很清楚 这是一场赢不了的战争 根本赢不了苏巧会 于天大家都知道说 他本来是要代表政国会 那这个主委的位置 对于接下来 马上要面对的 2026年的新北市长的选举 他当然会变成一个 非常重的操盘手 但更重要的就是提名 提名谁 那所以他就办初选 或相关提名的一些作业 那这个时候呢 想要来抢新北市市长的派系 当然就要先抢主委的 这个地方主委的位置 那大家都知道 苏巧会其实已经准备了 我也不能说很久 但是呢 因为他是苏贞昌的公主 那苏贞昌呢 以前呢 就是所谓的台北县的老县长 所以呢 大家呢就一直想说 苏巧会呢 当了立委几届之后呢 就会理所当然的去接班 好 至于接班这个事情 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讲 他有一点 因为罗智政的出局 有一点提前了 或者是说扫除了 比较大的障碍了 好 那现在呢 所以呢 苏巧会他自己本人 就是呢 就要来选这个新北市的主委 然后呢 他因为侯友宜两任也满了 所以呢 大家都是新人起来抢 基本上苏巧会可能会觉得 他的机会比较高啦 这待会我们会再说 那余天呢 他当然就是代表的 所谓的政国会 因为余天不可能自己出来选嘛 他连立委都不会选呢 他当然市长也不会选呢 那郑国会呢 跟苏贞昌呢 就是你知道 就是死 够西湾的 那以前呢 就是你知道 仇家见面分外眼红 而且呢 小巷里头就见到 一定要捉对厮杀的 所以你看当时苏贞昌 在当院长的时候 就传出来多次跟林佳龙 非常的不合 大家还记得吧 台铁的人事案等等的 所以呢 当时就跟林佳龙 冲突的很厉害 那么郑国会的头是谁 精神领袖是游锡坤嘛 那真正的领袖是林佳龙嘛 比较大咖的 大家比较认识的是林佳龙 这次在台南要选的 还有陈廷飞嘛 所以呢 这一次 那郑国会谁要来选新北市呢 就被传出来是林佑昌 因为林佑昌呢 两任满了以后 基隆市长退了下来 结果呢 基隆市丢掉了 选输了 跟郑文燦一样选输了 好 选输了不打紧 跟郑文燦一样都入阁当大官了 所以林佑昌就当了内政部长 结果林佑昌当了内政部长之后 其实争议不断 表现非常的不好 然后他又不是新潮流的嫡系 也不是赖清德的熟视的人马 所以你看这一次呢 就把他给换掉了 换成了老新潮流 他们真正忠贞的刘世芳 接了这个内政部长 那林佑昌很年轻啊 林佑昌何去何从 当时他基隆市下来的时候 本来在民养执政的时候 一直捧他光环啊等等的 就说他可以来选台北市长 但是因为台北市长是陈时中嘛 结果呢没有想到 他选输了就受伤很重 然后呢内政部长的表现呢 又可圈可点就很圈圈叉叉 可圈可点不是表现杰出 而是呢真的表现得很烂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要去选台北市长很困难嘛 就这时候传出来他们呢 就锁定了新北市长 诶有趣的是 游锡坤选过新北市长 还有呢林佳龙也选过新北市长 那都是呢国民党的手下败将 好苏贞昌呢输了很多 所以呢就回来当行政院长 那林佳龙输的更多啊 就回去当总统府的这个 蔡英文身边的总统府秘书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这个郑国会呢就想 游锡坤也选过 林佳龙也选过 那所以我们林佑昌 也可以去试试看啊 问题是说苏贞昌早就在那边 布局这么深这么久了 那是他自己亲属儿的 不是白人的 是他自己的女儿要选啊 你认为苏贞昌会出什么招呢 好所以我认为余天年纪也大了 再加上苏巧慧呢 在新北市的经营 还是比林佑昌久 而且我认为他爸爸 在那边的经营跟布局更久 所以苏贞昌对于 新北市的影响力 远比政国会 不管是游锡坤或林佳龙 好对于新北市的影响力 是更大的 所以林佳龙为什么会输这么惨 当然就是因为苏贞昌 没有真的帮他嘛 苏贞昌怎么可能帮他呢 那他老脸要哪里放 林佳龙一定要选的 比苏贞昌烂啊 林佳龙不用选赢 林佳龙只要选的比苏贞昌好 苏贞昌在新北市就完蛋了嘛 所以苏贞昌当时 为什么林佳龙要选台北市长 他怎么样都不愿意选 新北市长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林佳龙知道 苏贞昌不可能帮他 他会输得很难看 果然就是如此 那你现在林佳龙 他有什么样的光环 他有什么样的实力 所以在新北市他的知名度 我相信会比苏贞昌还低 那再加上苏贞昌 有苏贞昌帮他铺路 现在传出来新潮流 因为过去苏贞昌 在台北县执政的时候 是跟新潮流做战略结盟的 所以苏贞昌你看什么 这个李文中啊 还有这个之前的民进党的秘书长 都是他的县府的秘书长 他是跟新潮流合作 所以现在新潮流呢 也会选择支持苏巧慧 在这种情况底下 于于天看一看就是 你知道大事不可为啊 我年纪又大了 那我又何必为了一个 因为他自己也不可能再选了嘛 那我又何必为了这个事情 来得罪当道的苏贞昌 以及现在执政的新潮流呢 所以我觉得于天算算的不好了 那他老婆就出来嘛 就演一出戏给他一个台阶下 对不对 那于天就退选了 那不管今天新国会 政国会放不放弃 他没有人选了 你好歹于天还在 新北市待过好一阵子 还选当选过主委 然后还当过立委嘛 你现在没有了他 就更没有人 可以跟苏巧慧来拼了啦 苏巧慧已经布局了这么久 他就是你知道囊中之物 他非要倒不可 那我刚不就讲到罗智政吗 因为照理讲 苏巧慧其实真的还很资浅 在民进党里头来说 他不算真正在新北市最资深的 他也不过才当满两届的立委 现在也才第三届刚开始而已嘛 所以其实你看 新北市一个这么大的六都之一 然后呢人口最大的这个 让苏巧慧其实是有一点年轻啦 那本来排到他前面的 就我刚刚说的 起码还有罗智政啊 就罗智政就挂了嘛 罗智政就是管不住下半生 也管不住 也管不住又什么事情 爱录音 他真的选书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他管不住下半生 所谓的绯闻照片 他管不住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人 为什么在跟总统讲话 行政院长讲话 就跟蔡英文讲话 还有跟苏贞昌讲话的时候 都要录音 所以他严重的得罪了苏贞昌 地头蛇嘛 所以干掉一个罗智政 刚好也帮他女儿清理跑道 清理战场 所以现在罗智政 你连立委都选不上了 你要怎么样回来选市长 然后你也说不清你的绯闻啊 你是因为这种瑕疵输掉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觉得就民进党内 几乎就是苏系 苏桥会定于一尊了啦 你今天余天也看事不可为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郑国会也不会 这么轻易的罢休 就把新北市给让出来 那有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的桥呢 因为郑国会可以说是真的出师不利啊 游锡坤立法院院长选不上 还辞职了 连委员都当不成了 等于是正式退休了嘛 林佳龙 捞了一个我就说腮鬼嘛 就是外交部长 你想想看在民进党这种执政底下 外交只有节节挫败 他不可能有政绩啊 虽然很好听是一个外交部长 所以才会讲了三次 他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 就是林佳龙只好勉为其难的 接受了外交部长 他是想要驻美代表啦 你想赖清德怎么可能 把驻美代表给他嘛 那整个外交的位置上面 唯一有高度政治价值的 就是驻美代表 其他都没有价值啊 他呢也只能撈到一个外交部长 然后呢陈廷飞呢 这更是阿信啊 就是说你看他想选台南市长多少届了 然后都被新潮流 或者是清新潮流的这样 然后呢当时陈廷飞要出来选的时候 跟黄伟哲还动用了蔡英文 亲自去瞧的 好那现在呢 黄伟哲的任期又要到了 下一个呢又是新潮流 而且还是赖清德最好的好朋友 要出来跟他初选 好那我不知道 政国会陈廷飞 这一席台南市市长 他也是来势汹汹实力雄厚 那有办法吗 因为现在当朝的人是 新潮流是好兄弟啊 好那所以啦 我觉得对政国会来讲 才会处处出师不利 我坦白讲对他们来讲 今年的流年 这两年流年都不好 那在这次的主委的 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的铺排上面 又马上又吃了很大的一个亏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事实上 现实就是 政国会的政治实力啊 一直没有办法伸展出去 一直没有办法成长 反而随着年龄的凋零 像游锡坤这样慢慢的凋零 是有萎缩的一个信号 然后你林佳龙 在选输了台中市长之后 去当了交通部长 又遇到这么大的普悠玛事件 被你下台 下台以后呢 没有任何的建树 也没有任何的战功 去这个新北市选 选成这么难看 接下来我都觉得 整个的新国会 政国会啦 我觉得在民进党内的 这个派系的消长上面 是面对很艰困的一个前景 非常的艰困 好 所以大家也在关注 就是在于天退选 新北市党部主委的这个选战 政国会接下来 到底要不要推人出来 好 那我看到 UDN联合报的报导说 因为于天的退选 在这场主委布局 是乱了套 所以他们会开会讨论下一步 但根据了解 政国会还没有放弃 打算再推人 不过另外呢 我们从这个放言的 独家角度来看到 就是知情人士曝 政国会不会再推人 好 所以这是两种说法 但是我也要请教这个喜盛哥 也就是说政国会有可能 会放弃这一局吗 刚刚听这个立文委员分析的 还有包括他们还是得布局 林佑昌选新北 这个距离新政府的成立 还有一个多月 可是现在呢 却看到了在民进党内的 这样的一个公斗 所以就是觉得好像位置 要比黎民百姓的这些事物 要来的重要的多 因为我们的选题一定是根据了很多的 网络上的流量啦 关键字啦 然后去做的一个选题嘛 所以显现的 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事物 恐怕也不再是史安了 也不再是凯开了 那恐怕呢是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内斗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让人觉得 看到这个题目啊 其实会觉得非常难过的 也是为台湾人民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来看啊 就郑国会的削弱是在 是这个大势所趋了 看起来是 因为你好比说 从游锡坤的那样的一个黯然的下台 然后是极尽羞辱式的下台 然后再加上这次的余天 我觉得这个是实力原则 所谓的实力原则呢 是我们应该回溯到 在2023年 也就是2024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余天多次的 甚至于还有一次是在神明面前呢 这个三重的益天宫啊 面前直接在赖清德的面前 去要一个不分区的一个立委啊 都不可得 从此之后呢 赖清德的选举啊 余天就消失了 就这个我们叫做这个逆中起来了 就隐匿了这个他的这个行程 不过呢 赖清德竟然在新北 还能够大赢侯友谊 八万多票啊 所以显得 显示的这余天在三重 或者在新北的分量啊 一点都不重要 近期这两天呢 又看到了 又看到了 这个有民进党员呢 投书啊 就认为 那个时候 也就2023年的年底啊 你不帮赖清德 所以其实你没有党员的这个支持的能量 于是呢 余天就算在五天前 他也登记参选 新北市党部的主委的选举 可是为什么短短五天之后 他要去做这样的转变 其实他也意识到 其实他没有党员支持的能量 所以两件事情 赖清德不用靠余天 他就在新北这个地方大赢了八万 那第二件事情呢 因为余天的这个自视甚高啊 所以他认为说 他不帮忙赖清德选举 后来最后呢 也得不到党员的支持 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的话 其实事实上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现在刚刚这个委员 郑委员特别也提到了 就郑国会目前 到底还有多少的这个政治势力啊 在我看来大概也剩下 林佑昌一席啊 还有一个呢 是最近比较有名的 可是呢 他也是民进党二丑里面的一丑 就王毅川 那他有两丑 哪两丑 一个是于北城啊 因为于北城呢 两个人加起来是船城 那也是沉船 因为于北城的沉嘛 再加上王毅川的船嘛 就是沉船嘛 所以他们这二丑 就一天当然在这个 这个政论节目里面闹笑话 而且都一个还是将军 另外还是一个学界的身份啊 所以说实在是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啊 程度之低落啊 那所以就会觉得说 那郑国会的削弱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形势的使然 那再过来呢 今天其实有一趴 是在讲新北 那我们孤不论 现在中国国民党 到底要在新北要派谁啊 那光就苏巧惠而言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回溯历史 回溯什么样的历史呢 就是这个对苏巧惠来说 郑委员刚才提到 这十年磨一剑喔 是 因为呢从2018年 苏贞昌就想要帮苏巧惠 把新北这个位置要占住 可是呢大苏 侯友宜将近三十万票 那后来22年的时候呢 因为不帮林佳龙 所以林佳龙输40万票 输了更多 那这件事情呢 对于民进党的 新北市的这些市民来说 有没有看在眼里呢 有没有会不会认为 苏贞昌为了帮苏巧惠铺路 去踩了林佳龙一脚呢 那所以党性有没有坚强到说 不管 不管过去怎么斗的 反正呢现在 如果是苏贞昌的女儿出来选 就一定选得上 这个是让人好奇的第一件事情 因为林佳龙在新北不是没有票啊 他只是输了好友谊而已啊 所以那 郑国会 也就是林佳龙的势力 在苏巧惠 在禁逐新北市长 这一役当中 有没有可能 来做一个报复 这是第一个观察点 第二个观察点 就是苏贞昌自己 欲驾清真 在新北选三次 第三次选举 都还会输给侯友谊 所以苏贞昌在新北 还有没有他的势力 能不能百分百的 苏贞昌自己就输了30万票 他还不能够百分百的 转嫁到苏巧惠的身上 这是观察第二 第三 就民进党的价值 民进党早年 对中国国民党的 这些从政人 从政的这些同志 是怎么样批判的 都说他们是什么 正二代啦 等等等等 自己也不遑多让 谢昌廷的杨子 也出来选 这个市议员了 苏贞昌的苏巧惠 也出来选了 那如果当初 你们的价值 是正确的话 那为什么今天二代 可以去把一个政治的职务 来做世袭呢 那我觉得同样也会让一些 有民主素养 相对比较有民主素养的选民 他们也会有一个观感 就是说 这个政治的职务 不是由你们苏家 一家在那边去做传承 做世袭的 不是你们一家捧的 那所以这有三个观察点 可以去观察 第四个观察点 还不论中国共产党要推谁 现在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治世袭 其实是非常恶感的 特别是年轻的时代 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年轻族群 会去支持民众党 这些就是过去支持民进党的 其实对民进党的失望 对民进党的看透 所以他们就转嫁 这个情感的转嫁 转移到了民众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要 深切要反省的 为什么不转嫁到 中国共产党身上呢 那好 那再过来呢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要求的地方人士 何友宜虽然选输了总统 可是呢他在地方首长的排名 仍然名次还是蛮前面的 所以大家希望是一个真正务实的 而不是一个政治仇恨值很高的 是做实事的 对是做实事的 所以说就算拿锄头的工程人员 要去做一个 或者得到民众支持的一个地方首长的 这个可能性 其实是相对高的 所以因此呢 不用去考虑到底是这个李四川还是刘和然等等 我觉得他只要做实事 一个警察都能够把一个新北市的市长做好 更何况其他更有专业素养的 你好比说像工程人员 对于地方建设啊 他过去有着力有政绩的 我觉得这个摆在选民的面前 选民是不会去根据你的地方的好恶啦 或者是人情的网绩啊 然后呢去做某种程度的支持 我觉得今天的名字 其实已经大开了 刚刚前两位来宾呢 都已经分析了在民党 在新北市长的这一局 很有可能 因为苏巧会雄心壮志 野心勃勃 要出战 那么在国民党这边呢 蓝营这边目前来讲呼声最高的 应该就是李四川了 那李四川今天上广播节目的时候 当然也被问到了这一题 他说我从基层公务体系做起 曾经担任新北高雄副市长 也在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任职过 至今从未选举过任何一次 他身为工程人并不喜欢选举 因此目前并不是选项之一 好那当然他最近一直被问到这个话题 那么包括呢 有问到说 韩国瑜如果劝禁他选新北市长呢 那李四川态度首度松动就说 韩国瑜一定支持我 但他也强调说韩国瑜没有劝我啦 我现在警报万安 他说韩国瑜是没有劝我选新北 他没有跟我谈这个事情 好但是如果说苏巧会占李四川 虽然说这个川柏说目前不是选项 但是当今天这个韩国瑜特别问啦 就是没关系 2026过完年之后再问他一次 我不知道答案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可是因为川柏的话也没说死 但我说如果到时候是苏巧会 占李四川的话 有没有可能就为李四川这个工程人 对上了政治人苏巧会一面大吗 现在好像大家都已经确定是苏巧会了嘛 的确其实因为苏巧会他一出来的时候 说真的他第一天从政 他们家包含苏巧会 他们的目标性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所以说就算有罗智政那又怎样呢 在苏巧会眼里只有那又怎样 四个字而已 因为他就是很确定 他的目标就是新北市长了 所以今天大家当然会把这个组合摊开来看 这个组合一面到底大不大 其实我觉得要说苏巧会 对于川柏这个一面大不大 其实我觉得这种选举因素太多了 问题是这两个人 如果现在硬要去分析的话 苏巧会他什么味道最浓 不是专业味道 他政治味超级浓 还不要说不要提醒大家 他是苏贞昌的女儿 你看他在立法院的一些表现 然后看他在一些政论节目上面的论述等等好了 通常都是政治攻防居多 首先他都是以攻击国民党 然后都是政治操作 那相对川柏呢 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专业 工程专业 所以事实上他不是第一次被拱出来选取 而且不是新北市 包含之前的高雄等等等等的 很多的地方都很希望 川普这个有很多的专业背景在身上 尤其是工程 工程最重要 因为工程就是民生嘛 这个水沟啊 然后还有包含铺路啊 这一些新建工程 都跟他有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大家会理所当然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人才 所以我觉得你单把他们两个人摆在一起看 我想今天为什么民众党小草会这么盛行 因为大家需要的不是政治啊 不是口水啊 大家想看到的是一个专业 大家想要看到是一个真实的政治人物 可以帮我们做事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回答到刚刚主持人的问题 大家会比较喜欢谁 我们先不论迎面了 我觉得那个形象非常非常的鲜明 对那就回到回过头来说 那到底川普要不要 我就要看他的意愿 但是如果说要用韩国去劝禁这个李四川 我们的副市长的话 那我觉得又太小看他们两个人的情谊了 我觉得看他们两个情谊 真的不要用劝禁两个字 他们两个关系是好到 今天两个人不论要做什么东西 要做什么事情 不用去报备 不用去多说什么 一定都是力挺对方到底的 所以你说还会有劝禁吗 就不会啦 因为这逻辑就不对了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支持到底 但是要以你的意愿为主 他们两个是互相尊重 但是互相力挺对方到底的人 所以我觉得啦 没有劝禁这些事情 但是绝对有 不管你做什么事 我就力挺到底的这一件事 那据我所知的确 现在川普他 当然是以台北市政为主 不然的话 这个讲完这太辛苦了 所以他都发文了嘛 动我一个还不够吗 还要再动第二个 所以我觉得 现在来说这一些可能都太早 但的确国民党要去做万全的准备 这是事实 因为包含其实国民党也不是说 点名个李四川副市长嘛 还有包含 洪孟凯委员啊 等等这一些人 事实上我觉得 国民党的优秀人才很多啦 但是国民党往往都是问题出在于 有没有提早布局 然后这个布局的策略方法 到底有没有精确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说 还是要再讲一下 我觉得国民党今天 一定要好好的来看 新北现在到底怎么走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 虽然现在苏小会的确定于一尊 看起来就是他没有错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记 政国会不是完全没有角色 虽然现在看起来 政国会是退守 是撤退嘛 没有错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记 这个林又昌 虽然他现在是 接下来是党的秘书长嘛 看起来就是被这个赖青的 掌握的死死的 但是事实上 你知道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吗 他其实最想要的是新北市啊 大家来讲他也都没有 他都也都没有拒绝耶 他都是默认的状态耶 所以今天余天你说 他的这个退守 退防撤退 是真的撤退吗 其实我打一个问号 因为刚刚其实也有讲到一个关键 现在离520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政国会到底要的是什么 以及新北市到底还有没有 政国会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这都还是 可能会有变动的一个状态 再讲个比较好笑的啦 如果这个余天大哥要说 这个亚萍姐不认同 那我真的觉得说不过去了 我们事实上往前再看几次选举 哪一次这个余天大哥 每次出来的第一句话都说 哎呀我老婆不要啦 在家陪陪老婆啊 这个陪陪女儿打大麻将啊 比较好 哪一次不是全家力挺到底呢 哪一次不是这个亚萍姐 边出来可能 边哭边唱歌 力挺余天大哥到底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讲这些哦 我觉得都不要把大家当笨蛋 因为大家都看得懂你民进党在玩什么 而且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最让大家厌恶 而且也最让大家看得懂的就是一个 民进党里面的派系斗争啊 远比大家的民生福祉还要重要 民进党派系斗争已经斗争到 我双手一摊我就是让你看 我连藏都不藏了 然后赖清德直接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我心系我就知道赢者全拿 而且还是心系南流哦 大家不要忘记 尤其是这几次的这些人士 都让大家知道就是心系南流全部拿 赖清德要告诉大家 要告诉民进党一件事就是说 以前的派系默契 那是蔡英文时代在玩的 你要在我的时代玩派系默契 不好意思 你要以新潮流为主 今天赖清德就是在跟民进党党内讲这句话 但问题是民进党党内派系吃不吃 我觉得赖清德他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反扑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哦 这些反扑呢 这一些怨言呢 这一些冲突 只会影响到民进党里面 事实上不是 因为还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的内阁 整个我们的国家 你要想哦 今天一个执政党 他的内部体系 不断在斗争来斗争去 我们的行政院 我们的内阁人士 我们的官员 他会稳定吗 事实上不会啊 那不会稳定的话 我们未来的国家方针 未来我们的政策方向 会稳定吗 也完全不会啊 好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新北市长这一局 因为蓝营这边最近一直被点名的 当然就是川伯李四川 尹乃金评论员他也特别提到 他说其实从总体站立 等各方面来说 李四川还目前真的是博二人选 如果他愿意参选 国民党在新北市长这一役 有很大的把握 只要李四川愿意动面 愿意真的撩落去 这个局就会是他的 所以目前来讲在这个新北市长这一站 蓝营的政治明星就是川伯了吗 应该这样讲 第一个现在太早了啦 就是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做任何的准备跟表态 那太早了 那么第二个 以我们对于李四川的了解 他应该没有很强的意愿要参选 这样讲好了啦 除非国民党大家都认为 只有李四川出马 我们的新北市才能够保住 在这样庞大的压力底下 我觉得李四川或许会愿意出马参选 那如果不是 譬如说也有其他的人 有很强的意愿 也有很高的当选的机会 我觉得李四川不太可能 来去跟人家参加初选 然后说我现在不当台北市副市长了 我要来去参选新北市长 然后我要去参加初选 我觉得第一个这不太可能 所以除非要选 或者是说要选的那些人 大家都觉得说 哎呀你们不要选 因为你们没有机会 但事实上似乎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也不相信韩国瑜 会在这个时候去劝李四川出来选举 第一个七早八早 第二个干韩国瑜什么事啊 就是韩国瑜他现在就是要 把立法院院长做好嘛 他怎么会去扮演一个党主席的角色 这太不像韩国瑜了 而且这样 这个是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啦 所以呢李四川只是打趣的讲嘛 他跟韩国瑜的交情 李四川要做什么韩国瑜 会不支持他 对不对 当然韩国瑜一定会支持他呀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拿这个来问我不是很好笑吗 我跟韩国瑜之间还有需要这样子吗 对不对 本来就是嘛 两个人妈急的要命 所以根本不需要 所以我觉得除非啦 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们在新北市的选情 各方面的一个发展 结果呢到了2026年初的时候 还很久耶 还有两年半耶 到2026年底我们才选举嘛 那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到2026年初的时候 突然发现说哎呀没有人呢 只有李四川来选才会上 我觉得除非是这样啦 不然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那他现在也不会让 新北市长选举的事 来干扰他在台北市的工作嘛 毕竟他还是在火线上的副市长 而且是被这个蒋万安 所高度依赖的一个副市长 蒋万安本身也要连任啦 今天并不是说蒋万安已经是一个 第二任了快要结束了 所以大家都帮他的小内阁找出路啊 并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高啦 那现在讨论呢真的也也言之过早 那到了2025年的局势是怎么样 会不会有其他各种可能的人选 会慢慢的浮上台面 大家现在想到的是因为 当然侯孟凯年轻有为嘛 因为苏巧慧也很年轻啊 那我们可以派一个更年轻的 再加上他这次第一高票 那当然还有老市府的 就是原本侯市府的副市长 也会被点名字 这也一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你说台北市的副市长 也不是只有一个李四川有人气 林毅华也是一个曾经在 他也曾经在台北县政府 新北市政府里头担任过局长 所以他也有新北市的经验 然后也有丰富的台北市的经验 跟现在的市府的经验 他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我觉得还不止他们三个 所以因为你现在还太早了嘛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就新北市来讲 我认为国民党整合的困难不高 我也认为要连任也不能够大意 不能够这个轻忽 但是呢我认为新北市长 我们必须要连任 没有输掉的理由 对不可以输掉 而且新北市是最重要 最大的六都之一 所以新北市的布局 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这也说明了一点 就是说川柏的这个人员 真的非常好 所以当年他跟侯友宜 到底是谁要出来 选接朱立伦的棒的时候 其实当时李四川的呼声也很高 因为他的人员真的有够好 那这也是川柏他特殊的 所以他的这个性格 虽然他不喜欢选举 可他的这个性格很适合选举 人和 就是说他因为不是每个人适合选举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工程出身的 技术官僚 不是每个人适合选举的 但是你看那个李四川站台讲话 他也挺有渲染力的 然后很有高度的亲和力 所以这有他自己个人的 特殊的人格魅力啦 他其实并不会不适合选举 那我觉得他选十之八九也会当选 可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各方面 因为一个人要不要选举 其实有很复杂的考虑 我觉得看起来川柏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明显的意愿啦 好 那因为提到了国民党 现在面临的是新北市长保卫战 那包括了其实我们也在问 还有像是媒体人善后知猴子哥 他也特别提到说 这个新北市长选战 已经提前开跑了 那蓝营除了寄望李四川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那虽然刚刚这个委员有提到了 彭孟凯啊 林一华啊 甚至目前还有被问 新北市副长刘和然 虽然刘和然也说 目前没有任何的决定啦 但显然国民党是有人的 可是呢 这个 善后知就特别提醒到 他说李四川现在是 国民党唯一看得到的选择 当绿营已经积极布局 新北的时候 国民党除了寄望李四川之外 是不是要思考其他的备案 如果若有任何变数 只是凶多吉少 国民党如果丢了新北市 那么2028无论派谁 恐怕都无力回天 好 讲到这个人选问题 其实今天我和另外等会 第二个小时是他代班的 沙主播李佩萱 我们今天再聊也是 他想说 会不会国民党在新北市 有点像是民进党在台北市一样 你知道 那派不太出人来 齐正哥 怎么会 我觉得我延续政委员说的 就是观众朋友要知道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有多早 对 太早了 我说一下 就是以侯友宜来说 他追随朱立伦做他的副市长 做了八年 做了八年 然后他要选市长 是在选举那一年的3月1号宣布的 是选的那一年 我们就是我们的县市长选举 都是在年底 那采薇选举过 都是在年底 就是该年的年底选举 所以呢 那侯友宜呢 是在3月的时候宣布的 他已经追随了朱立伦做过 8年的副市长 几乎都已经是认定的 接班人的这个态势 他都是到3月1号 好 那还有一个 跟这个市政更为遥远的 叫张善政 张善政是在该年选举 也是年底选举 他到辞至5月 也就只剩下半年的时候 他才被宣布 就是出战这个桃源市的市长 所以现在是2024年 选举是2026年 所以说还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在讨论 说新北市市长是谁 实在言之过早 但是呢 我只说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我的评论呢 就是中国国民党 不管推谁 真的要建立起一个制度 不要向桃源市长的选举 让所有有心 连当地的立法委员 吕玉玲 他连 唐棒都已经买下来了 他还口头上 获得了朱立伦主席的承诺了 然后包括罗志强 从台北市长 选到高雄市长 选到桃源市长 最后落脚 在台北市一个对中国国民党 最有力的选区大安区 然后去选一个立法委员 真的不要闹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早一点有一个机制 那是不是那个李四川 我觉得大家有这么多的评论 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 不太容易受到攻击的 如果真是他的话 其实他就好好做事情 他就真的是把他的分内的每一项工作 因为李四川是近来看到的 专业这个技术官僚当中 非常胜任称职的一位 他连在高雄市政府的时候的表现 对 连高雄市议员去卡他的框 有关于那个下水道的那个距离 距离人行道的这个宽度有多少 这么细微的事情 李四川可以直接集席的 在议会当中就去打询的市议员 而且洗脸那个市议员 你就可以知道 他真的是一个专业的工程人员 那李四川到底有没有把话说死 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官僚 但经过这么多的这个政治的历练 我觉得他的说话其实也非常有技巧 他说什么 他说工程人员不喜欢选举 对 那只是他不喜欢而已 没有说不要 今天他做了多少事是他不喜欢的 比如说哪一个专业的技术官僚 喜欢到议会去接受议员的职训 也没有人喜欢浪费我的时间 然后一天到晚跟你们去做这些 无聊的政治工坊 他也不喜欢 但他还是必须要去做 所以我相信只要能够有他发挥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还有两年多 真的言之过早了 所以我觉得看好他可以 所以像苏小慧 两年前 大家就已经把目光的焦点 放在苏小慧的身上 我觉得对苏小慧来说 他恐怕也是弊而不是利 所以你想想看 这么早就开始要去接受检视 而且刚刚就像这个采薇讲的 他在立法院有什么让人家 很印象深刻的咨询内容呢 还不就是在做一些政治上的工房 穷极无聊 要不然就是班班有十班 然后真的吗 什么时候 到底我们的国小学童 到底吃了几天的十班鱼 所以我还有什么装冷气 也是他们家的小孙子 为了他们小孙子装的 我都觉得说这个格局不大 再加上这个政治世袭 我觉得会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 政治上头的一个包袱 所以我觉得李四川 第一个就是今天讲这个事情 真的是言之太早 哪好人家在两年前去讲两年后的 那个选举的人选 那第二个就是期待中共国民党 要有一个竞争的一个公开的机制 完善的机制 不要重蹈覆车 每次事情一过 好像过了就过了 像这次选举 明明选输了 他还 我们的发言人 那个杨姓的 年轻的发言人杨之瑜 还认为说我们的国会是 我们国会是脆弱的多数啊 你有什么好引以为傲的 到今天选举1月13号选到今天 都已经四月了 三个三四个月过去了 也有看到中共国民党 对于这次的败选 有提出任何的检讨吗 不但没有检讨 还选出了这样的一个大党鞭 那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沉沦吗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就是让人对于 虽然我们两年前 开始讨论两年后的这个选举的人选 寄予中国国民党 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这个制度 让优秀卓越的这个人才 能够在这样一个 试图竹竹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被拣选出来 那这是大家期待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过강糖 克菲尔益生菌 yarlo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